要深淵的 你還是可以舉手 我們會考慮再讓你上來 好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百分之百的理解你的問題 我覺得要先評估那個問題所在 才能做出相應的努力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職場上是針對一個人的問題 如果是一個人的PUA的話 我覺得只要是任何個人的感情關係 一定要把那些不健康的關係斷開 因為情緒勒索 其實只要失去一方就不成立了 所以你一定要 它沒有什麼所謂的正義可言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事情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故行不方便離開 對 就是離開 離開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們在各自的工作場域 其實都要知道 工作上你就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你想要實現理想 就是要讓自己變強 那你必須要去理解 世界上就是有百百種的人 你不能一直在 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在技能 或者情商上 你要有自己的原則 然後每個人的能量不同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一直很弱的話 你就得要小心翼翼的活著 但是如果你讓自己變強的話 你有辦法去做改變的話 你可以 或許你也可以離開這個環境 去找到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都太喜歡 太習慣 就是一昧的覺得 你為什麼不來了解我 你為什麼不了解我 就是希望別人去理解你 但是其實 大家沒有義務一定要去理解你 對 就是你自己要設法去做出改變 這樣子 好 而且有個東西叫職訊局 可以學第二專長 好 接下來 接下來也是一個職場的問題 叫廚師小茵茵 他的內容如下 我是為廚師在工作上 因為有著與生俱來的責任感 總會因為看不下去而做出很多 超出自己範圍的工作 同事彷彿都覺得我一定會去做 從而擺爛等我去做 雖然都知道不應該一直幫忙 但會因為最後都因為沒人事做 而影響到我後面要做的工作 不管換了多少工作 總會遇到這類型的人 希望公主能幫我消災解惡 讓我可以少遇到這種不負責任的人 我覺得你要直接告訴他說 你沒有辦法做那麼多人的工作 就是直接講出來 誠懇的講出來 讓對方知道你的困擾 然後要訓練自己的溝通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不講出來 然後也有可能你需要的是 找一份人事簡單薪水比較高 然後適合能者多勞的你的工作 就是有可能自己存錢當老闆之類的 然後再三提醒 就是不要去做別人的工作 因為你覺得那個與生俱來的責任感 可能也有可能 我只能說可能 就是怕破壞彼此的關係的相怨 或者是你也會變成是抱著一種受害者的角度 然後可以去跟別人抱怨 也有可能變成另外一個情樂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件事情 可能要想一下你為什麼會被別人熬 就是別人為什麼會這樣熬 然後想辦法去改變他 沒錯 找到問題改變他 接下來的問題來自周宇山 他的投稿內容大概如下 被公司用各種理由 帶電啊 銀行